我们真正体会到了 搞清楚 搞明白了 那现在 祝福刹徒摆在我们面前 释迦牟尼佛叫我们选择 我们会选择什么地方 那肯定是选择极乐世界 佛在观无量寿间 我一提西夫人 遇到灾难 儿子 听提波达德的话 夺取父亲的王位 杀父汉母 他等不及了 威西提夫人 求佛 她是世尊的大护法 佛知道了 从空中 降下来到皇宫 跟夫人见面 那夫人非常悲痛 向佛请教 有没有 佛孤独 没有这些 我死 他想求我死 佛没有给他介绍 也像这个经上说的一样 把摄方察图 展现在他面前 由他自己选择 他选择了 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 就这个地方好 这个地方的居民 从菩萨到人天 没有我念 没有不善的行为 他这叫好 我想去 求佛引导他 佛就给他说了这一步 十六关键 十六种方法 任何一种 修成了 都能活着 十六种归 归拿起来 三大类 观想念佛 观想念佛 持名念佛 持名是最后 排在第十六 十六关键点 缘起 是这么来的 那要是我们有这个缘分 诸佛察图在我们面前 我们怎么寻 肯定是像 唯提西夫人一样 我们选择 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的构度 观今 介绍极乐世界 因为他是 夫人是当记者 这都是 在这个世界 遭遇到重大的挫折 不想活着这个世界 这样一个冲动 发心 求生佛果的 特殊的缘分 所以这波经理 拼重在修行的方法 而方法里面 特别是介绍的持名 那第十六关是 无比殊胜 任何人都慎 男女老少 嫌疑不游 不孝 只要真信 真愿意往生 就这一句 南无阿弥陀佛 这一句佛号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欧阳大师 在弥陀要节里面 跟我们说的 非常清楚 非常明白 那能不能往生 完全是 幸运有 你真相信 真想去 往生极乐世界条件 就去除了 那一心专业 这是 生到极乐世界 极乐世界有 四土三倍九品 你是 生在 哪一个等级 完全是 念佛功夫的 前身 那主要记住 这两个字 前身 不是多少 那功夫的前身 前身 说什么 完全说的是 心 心里面 还有烦恼 习气 当然有 还有烦恼 功夫就切 念佛 功夫 身是什么 身体清净 用清净心 念佛 这功夫就 就好 更深的 平等心 念佛 我们 我们在 无量 精体上 看到 清净 平等 俱乐 清净 程度 也有 上中下 平等 也有 上中下 这都是 讲功夫 亲身 功夫在 哪里念呢 在日常生活当中 非常重要 要放下了 把妄想放下 妄想是起心动念 把分别 执着 放下 海贤老和尚 就给我们 做这个 好样子 他平常 表发 就表这个 心里面 只是有一尊 阿弥陀佛 除阿弥陀佛 什么都不放在心上 这叫 真正 念佛人 阿弥陀佛 为什么 他常常教人 有一句话 高明到几处 阿弥陀佛 这个光碟 最重要 就这句话 阿弥陀佛 常常教人 时时刻刻教人 好好念佛 成佛 成佛是真的 其他 啥都是假的 就这句话 太妙了 你真正懂了 你就会念佛了 念佛怎么 只把阿弥陀佛 这个名号 放在心上 没有 杂念 没有 妄想 为什么 妄想 杂念 都是搞六道 轮回 这个要知道 妄想 杂念 不断 六道 轮回 就不断 你出去 啊 妄想杂念 没有了 你想 什么时候去 什么时候 就去得了 真的自在啊 啊 走的时候 潇洒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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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忘了